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16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超過一星期 我們在後備頻道 跟大家見面 接下來 估計 在未來的兩個半月裡面 剩下的兩個半月 我們也會主要在後備頻道 跟大家見面 主頻道 40多萬訂閱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戰績標柄 引來大量的五毛投訴 我們其實 平均給五毛投訴的節目 是比 外面的 其他的網台是多很多倍的 因為我們的節目比他們多 我們的影片 我們已經有過萬條影片 在主頻道 而我們的view數 是超過了 8億多 快要9億了 我想不到9億了 那麼多的view 當然 當然 一定會引來大量的五毛投訴 所以 接下來我們真的有時可能會作出一個 也在考慮作出一個比較艱難的決定 可能我們 會主力放在後備頻道 這個也要看看接下來的發展 如果可以的話 就兩個頻道一起用吧 始終有40萬訂閱 不過最終 也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這一節 有一則新聞想跟大家拿出來討論 美國眾議院通過國防預算 將香港 列為海外敵對勢力 主要 是在物流方面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物流方面 最大問題就是香港以前 被美國 定為一個獨立的貿易地區 有一個獨立的地位 他跟中國不同 以往是英國殖民地 所以美國政府 信任這個地區 覺得這個地區 不會做出一些 傷害美國利益的事 包括 將一些 有戰略的 軍備 或者戰略的晶片 或者美國禁止出口的晶片 或者比較高科技的產品 運輸到一些 美國不希望他們運到的地方 例如伊朗 敘利亞 還有俄羅斯 還有 伊斯蘭國等等這些恐怖主義國家 剛才所說的 都是恐怖主義國家 伊朗 敘利亞 俄羅斯 當然中國也是 最近美國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 主要都要審議香港的特殊的關稅 這個地位 而且 作為一個特區 如果香港 接下來 讓美國全面取消這個特殊的地位 將香港等同中國 這樣 以後香港的生意就少了很多 起碼 在偷運 這些武器 精確的電腦 精準的 晶片 這些方面 香港就沒有辦法再幫中共 出信 以往美國制裁中國 尤其是高端晶片 14納米以下的 小於14納米以下的 最高端晶片 是不可以賣給中國的 不過 台積電實際上 也是透過香港 賣大量的給中國 如果不是業績怎麼會那麼好呢 所有的客人就是中國買了 當然 中間經過超過10個中間人 超過10個中間人 透過 那些不同的空殼公司 買來買去 最終 其實都是賣到中國手上 價錢當然是貴了很多 而台積電為了賺好處 中間 他們也有自己買一份 因為他們不可以直接賣給中國共產黨 不可以直接賣給中國的這些公司 他們只能夠 迂迴地 賣出去外面 他們明知道這些 產品最終是賣給中國的 結果 明知道這些東西可以賣的 我就先賣給自己 找一些老朋友 在香港或在任何地方開空殼公司 我們自己買一轉 然後再賣給 我們的朋友 從我們的朋友賣出去 我們中間可以賺多兩枕 這些 美國政府知道 台灣政府知道 因為你如果完全不讓他們賣 台積電 沒有那麼業績 台灣也沒有那麼好世界 所以 兩個政府也開眼閉 算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難道你想我們這些廠們死嗎 難道你想美國企業死嗎 美國那麼多晶片廠 完全不賣給中國 他們也很難生存 德國也一樣 德國就說 為你美國人禁止 你又不讓我們賣 那麼我們生產出來賣給誰呢 德國說 不如這樣吧 我索性把晶片廠賣了的算數 又不可以 因為賣家也是只有中國 只有中國會想你賣你的晶片廠 結果也是不准賣 這個也是牽涉到很大的利益問題 好了 現在 如果香港這個 獨立的地位已經沒有了 以後 這些生意就不可以在香港做了 不可以好像之前 孟晚舟那樣 透過香港的空殼公司 將一些 美國的高科技的電腦賣給伊朗 這些 電腦基本上是 一些很精密的 可以有很精密的運算設備 是禁止出口 獨裁國家 恐怖主義國家 而孟晚舟當時被拘捕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的香港 其實 對 俄羅斯 是作出了很大的幫助 對這場戰爭 對這場侵略戰爭 所以 我們 我們的說法 香港已經成為參戰國 如果將來 全世界 尤其是北約 向俄羅斯宣戰 其實要轟炸香港 因為你香港作為參戰國 你的武器 中國公司透過香港 的名義 將一些戰略的武器 戰略的 晶片 一些 很高端的科技 轉賣去俄羅斯 當然美國也不會追究到那麼深 如果追究到那麼深 要打中國 要跟中國開戰 但是 現在美國 可以做的是甚麼呢 大家知道 民選政府和獨裁政府的最大分別 就是民選政府的效率一定是低很多的 他們經過很多諮詢 很多討論 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出來反對 有人出來贊成 有人出來反對 你不讓香港賣的晶片 那我怎麼賣 我們的東西賣給誰 我們最終都要賣的 法例是這樣 你也要開一條生路給我的 是不是 讓我先賣這手貨 我現在所有的生產設備 所有的生產線 都是為了做中國生意而做的 你這樣做 是不是要我沒命呢 要斷我後腦呢 所以 美國政府做很多制裁措施之前 其實 其實也會有很多阻力的 來自廠家 至少Intel反對 至少台積電反對 很多人反對 問題就是 如何去平衡呢 唯有偷偷地 隻眼開隻眼閉 最近 民意的壓力很大 因為中國在美國又放了間諜氣球 說話又咄咄逼人 布林肯去到 又被人當作是壓四的訓斥 很多 種種的不同的畫面 令到美國的民情更加 是偏向 跟中國 反面 既然反面 最好就是用香港來做磨心 因為兩個大國 直接 不會反面 但是 可以透過一些小動作 例如香港 取消你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取消你的特殊地位 取消對香港的所有優惠 這件事 美國政府是做得到的 而他 也是 可以做 以及 相對於來說 對他的損失 起碼減到最小 好了 很多人說 香港不是 很多投資 是在香港的 如果一斷 廠家說很多商人在香港不是很嚴重嗎 在大陸更嚴重嗎 你不要說香港 他們在大陸的投資一定比香港 現在已經很嚴重了 問題就是 大鑊之餘 怎樣 可以慢慢來 正如我跟大家說了很久 一架航空母艦要轉身 他不是 一分鐘可以轉身 不是一個小時可以轉身 可能 要轉很多個小時 才可以慢慢轉身 才可以掉頭 山板掉頭很簡單 五秒鐘可以掉頭 給多五秒 問題就是人家那麼大一艘船 掉頭也要時間 而且 你就在普通人的眼中覺得 你們沒有工作 當然啦 你看了五秒 五秒當然沒有即時的改變 慢慢慢慢改變 所以 接下來如果 美國 現在眾議院通過了 今次只是國防預算 動議 接下來 還有很多版本修訂 最終 有機會將香港 徹底 列為 海外敵對勢力 因為這個就很嚴重 原因就是 列為海外敵對勢力 所有那些高科技的產品 高端的晶片 戰略的武器 甚至乎 一些運算很速度很快的電腦 都不能夠 在香港賣 香港的地位 跟 俄羅斯 伊朗 敘利亞 伊斯蘭國 塔利班等等 這些恐怖組織 恐怖主義國家 並列 我們一直都強調 其實香港是有實際參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向中國政府透過香港 獨立的身份去做這件事 如果真的要追究起來 實際上 是要制裁香港的 制裁香港 當然有很多東西是不會住的 起碼Shift不會停 俄羅斯銀行 Shift也沒有停 何況香港直接是侵略國 不過 不停Shift也有其他方法 所以 我們一直都強調 在香港的資產 其實真的是面對一個很大風險 因為你估不到 這個中俄 或者 美國對中俄 什麼時候正式翻臉 因為有時候 民情 太大的時候 政府 就算是碳碳板 想拿樓碳 也未必可以 因為很多人 將美國政府看到一塊板 或者看成同一個集團 其實裡面有很多集團 有大量的利益集團 要賺錢 有軍工企業 有華爾街大鱷 有左膠、文化界、迪士尼等等 然後有傳媒 有不同的組織 有不同的板塊 有不同的利益團體 有不同的商界代表 所以他每一個政策 其實都要平衡很多方面的利益 你會看到 好像很多東西都在拿著樓碳 但是 到了他實行上來的時候 就回不了頭 正如美國 跟中共 這幾年的一系列的措施 大家覺得是沒有得回頭呢 是沒有的 好了 現在 討論到了一步 現在風眼就變了來香港 因為香港政府 最近的表現 是告訴大家 他甘願做中國的爛頭盾 通緝八個海外港人 把國安法 搞到現在 最初人家好像都 都彈亡了 美國佬都越來越好少提香港了 你害怕他忘記了 現在你提醒他 好了 美國佬看到你這樣 我就來搞你了 現在香港政府可以說是求仁得仁了 接下來 美國 英國等等會重點招呼這個香港政府 看看李家超11月 三藩市 會不會有甚麼特別的對待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 拜託